日本福島的核災滿一年之後竟然發現這個東電公司他們招聘的福島狀態背後有黑幫勢力介入 我們說呢 現在呢 其實在全世界很多國家都有黑幫勢力崛起 包括義大利呢 最新的一個調查呢 也披露說這個黑手黨啊 已經成了義大利最富有的公司喔 它是用公司來說喔 那麼這家公司每年的營業額超過了5.3兆台幣的進行 義大利的黑手黨真的是很誇張 不但是義大利 甚至我覺得是全球是非常會賺錢的黑金企業 跟大家講說義大利黑手黨 它其實它的事業黑白冬吃 現在的黑社會 大家都不要再以為是那種好像嚼著檳榔 台灣那種印象 然後那個刺龍刺鳳刺青 其實現在的黑社會 不管台灣也好 日本也好 甚至國外到義大利 都是西裝必挺的 跟在座幾位那個專家老師很像 甚至穿的比我們還算 我白的 我白的 他有穿黑西裝 白襯衫 打領帶 然後他手上抱著是電腦跟iPad 他手上也拿著智慧型手機 每天在盯著股市 還有他的投資產業 以義大利黑手黨來說 他2009年 他在整個義大利黑手 他所創造的一個經濟產值就有1300億歐元 折合新台幣是5兆2000億元 然後你看看他的這樣的 台灣GDP的一半 對 真的是他的那個 台灣GDP的一半了 對 他佔義大利的那個國民生產毛的GDP 也是6%到7% 所以你看他的那個黑手黨多會佔錢 而且呢 他09年賺了那個1300億歐元 他比08年賺的四成 計算了40% 然後他的黑道產業這麼多 毒品 軍火 還有敲詐 還有這個放高利貸 這是他佔最大宗的啦 但是他 你不要忘記他有白道的產業 像垃圾 跟回收 水泥 還有這個麵包製作 當時他們曾經有52億歐元的那個產業 所以他們有在為環保進一份心 他有在做 這個是他擺到 因為他這個大概幾十億歐元而已 這個都是幾百億 他用這個來掩護他的黑 而且你看他下面還有綠能產業 高達200